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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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在里面 把waiter 也录上了 你没有入镜啊 你要坐里面点我们就熟化 这样会不会吃的很不自然 就增加好了 我这个肉好了 咋吃啊? 就正常吃 早说我 其实把这个看你觉得挺好的 但是看不到这个肉 你可以给我对头展示一下 还是你要 你把你 我的入镜面的味太大了 还行啊 你的太测了吧 我没 你可以吧 这个这么大 在想这个到时候可以直接翻给开大哥 我就不用再跟他讲了 哇 这是土豆吗 嗯 多你 很细腻呢 好好吃 但是我以前拍blog 我都是 边解说 就我要跟这个视频说 我这个东西很好吃 但是我现在就懒 因为一解说就 就得剪自己的话 哦 那这很distracting吧 你等着吃饭都 咋 但是我可以 现在可以 我觉得现在这个比较适合解说 文鸯鸯品拍摄 你可以到时候后面要好吃 加你的声音会比较多一点 但我说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拍进去 尝一尝这个牛肉 酸鸯鸯一定够了 这么见识 因为白锅我觉得那会太大辣 没事我到时候配音呗 这个牛肉 没这个土豆好吃 这个土豆您太好吃了 然后这个牛肉就一般 还是肉我不会品鉴 这个感觉这个牛肉 但是我觉得 你觉得呢 我觉得牛肉还好 可能我不是个肉食动物 所以我对肉 肉再好吃 我吃起来也就那样吧 那我觉得 哎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角度还行 就照不到其他人 那只照我们两个对不对 就不会有别 背景还不错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对 那这下一个运镜 哎呀妈呀这个大手 剪掉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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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增加了我的工作量 这种好多那种吃饭锅的Vlog 感觉他们都 我现在可以说吗 可以啊 感觉他们都 就是他去之前 他所有的景 每一帧感觉 他们都完全 plan好了 然后哪些要 用那种time map 然后排好久 然后快进啊 什么的这种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planning 而且你看李子夕美 那李子夕那个要更更 他那个要更细致 他那个是有的时候一个视频 包含了从一年的那个就是变迁 所以他可能一年做好多视频 但是他有的视频就是把素材 是一年之内的素材都用上了 嗯 那他这个团队有那么大 肯定可以做这种大部分 我就说那种 那种individual youtuber那些 他最开始也是individual的 所以他最开始也是自己做好的 嗯 我现在尝一下这个鱼肉怎么样 我这重点是尝鱼肉 嗯 就一般 你看你看说啥 鱼肉很入味 里面 鱼皮很入味 鱼肉 因为坚果 这个皮很入味 哇这个角度真的显得脸很泡 因为从头下往上着了 这个菜叫什么来着 哇这个没饿 大概五个单词 我只认识一个的那种 只认最后一个肥肋 前面的 这个菜还可以 好脆 嗯 菜很嫩 我这个酱 哎呦妈 这个酱 这个酱好酸 就其实拍视频很多人都是要拍好久 就比如说我们说话吧 就他可能一直放在这儿 然后我们一直在聊天 但是他可能只抓取中间比较有趣的要拿出来 所以说他手机要拍很长 然后回家再去捡 而不是说我放这儿我就拍这一会儿就要这一会儿 嗯 如果想把视频拍的好看 你就得一直抓拍的这些这些瞬间 你想到好像这种 就是吃饭聊天的这种很少是素材的主要的部分吧 对但是我见过那种就是聊天 然后他刚好放出来的 不是那真的就是只聊食物 没有 有的是那个日常Vlog 日常Vlog我就不可以去吃饭 他可能就就从头到尾就一直放着 他就忘掉这事儿 然后他跟他朋友就随便聊 然后就聊到就是很好玩的地方 他回去再看就是什么哪个地方好玩 他就直接捡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说 哎现在好玩了 赶快拿出来来不及了 那个那个 moment就过了 对对对 所以说就很很考验手机镇的内存 很考验电脑 但是一般他们都是用那个相机拍的 我们的内存应该还好 像我就考验我手机里拍内存 是我考验华为的内存的时候来吧 他大哥走着眼还给我买的泡月比了 他这边的环境是挺好的 不够的 你就给我点击 你会想起来